很多最新的一些科研产品 在这个空间当中呢 带着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首先呢 我们看到的这边屏 展示的是我们承办和协办的网站 以及我们其他一些品牌栏目 比如说你看到像这个 中国政府网 中国文明网 以及中国应急信息网 中国学官官网 像这样的一些网 中国网站呢 我们承办了大概有20多家 以及上百家的地方网站 下面呢是我们的一些品牌栏目 如果您平时上过 就是点击过新华网的话呢 会看到这些品牌栏目 比如说呢 我们新华网宣传和报道 习近平总书记 治国理政的这些 大型文媒体专栏 学习进行时 以及呢 您看到的这边 直播联合国 它现在呢 也是非常出名的一档节目 是讲述联合国和每一个人 息息相关的文媒体管视频栏目 现在呢也正在连载当中 大家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去搜索去看一下 那另外呢 像我们有新华广播 新华访谈 刚才可能有那个朋友 是不是认识我的生活主持人 那么他呢 也在我们最新的节目 像有花呀等等的节目当中 都是我们新的一些品牌栏目 所以这部分呢 简单给您介绍一下 我们旗下主要承办的网站 以及呢 我们的一些品牌栏目 那么另外呢 您看底下有树莓和瑞斯 那这个瑞斯呢 是我们全新的一个大数据的产品矩阵 它的特色和优势有哪些呢 现在您可以面向背后的屏幕 让我来为您介绍一下这套系统 那么现在您看到这套系统呢 是由新华网来独家研发的 我们有自主知识核心产权的 那这套系统呢 为很多彩编工作人员的智能化编辑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首先您看到啊 屏幕当中呢 有跳动的这些数字 我们称它新华瑞斯的数据资源池 每天呢 以一亿条的速度增长当中 那这些数据呢 是从去年18年1月份到现在 整个累积的数据您可以数一下 已经达到537亿多的这个数据总量了 那么这些数据都包含什么呢 有每天的新闻文库网站的数据 论盘 贴吧 微博 微信 境外的像Facebook Twitter这样的数据 那针对这么庞大的数据体调 我们能够做哪些维度的分析呢 可以给大家以一个案例为准 然后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边您看到在这个圆圈当中呢 有一个事例 就是我们曾经有 就是刚刚结束的世界军人运动会 那您看在这个屏幕的底下呢 有一串数字 代表着从最初九月份开始到现在 网络上对于这个事件报道量 总量有多少条新闻 所以这个事件进行报道了 那另外这边呢 您看到一个媒体发布排名前三 在不同的渠道和平台上 那么媒体的这个报道量排在前三个媒体 分别是什么 您可以看到比如说新闻和胡安金的头条排在第一位 那另外呢像论坛贴吧 微博 微信 那对于这个事件排在前三的媒体 有哪些我们做了一个实时的规整 那另外趋势的分析呢 您可以看到啊 在这个趋势图当中有一些小高峰 比如说您看九月份中旬的时候有一个小高峰 当时呢其实就是反推回去 我们可以看到 呃怎么样的一个报道引起了热力 就是当时呢 呃我的演员李献 就是大家如果听过可能知道 这个李献呢在微博上发布了一条关于 世界决运人运动会有关的这个信息啊 得到了就是大量的网民的一个转发 引起这个小的这个传作的高峰 那另外就是在开幕式这一天 达到了一个大家热议的高峰了 那另外您看到还有热议的地区和辞与图谷 这个很好理解 就是说对于这件事呢 热议程度比较高的省份 有哪些一目了然的能通过这个圆圈可以看到 那辞与图谷呢就是针对这个事件呢 呃大家呢核心关注的一些核心词 我们通过这种稳稳拉准技术 能够一目了然的看到 那这些呢就是我们通过一个案例给您来讲设一下啊 就是不同的事件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维度的分析 我们把它连接起来 这样的话你想象一下 比如说从9月份到现在 那它整个这个事件在网络上的一个发酵程度 和它的舆论走向都是可以直接通过这套系统来看到的 那底下呢就是网民情绪的变化了 就是我们也非常关注网民的情绪呈现了怎样的变化 它基于我们独特的神经网络模型 把网民的情绪呢分为了七大类 这七大类呢都是有微小的变化的 比如说喜怒哀乐惊沉默不悦 基于独特的算法我们可以知道每一时段随着话题的变化 网民的情绪呈现怎样的一个波动和变化 另外呢就是对于这整件事 网民的情绪的一个占比啊 所以对于世界军人运用会这件事呢 您可以看到明显的这个喜的程度是非常多的 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新航网利用我们独特的技术 来搭植出来的一些相关的应用和分析维度 这是一个事件呢 就比如说您关注什么样的国际事件 我们都是可以通过相应的这些维度来做一个整体的分析的 那另外呢咱们可以接着往下看 开刀站呢有一个热点 现在呢针对不同的行业不同的领域 我们的采编人员呢可以基于大数据 如先知道每一个行业和每一个领域 大家关注的热点是什么 以前呢可能这些采编新闻记者要出去采新闻的时候 我可能比如说我要写卫生方面的 我可能自己去忙选大家自己关注什么 那么有了这样的大数据的预测呢 就是提前可以知道每一个时刻 在不同的领域当中大家关注哪些话题 这样呢可以为我的选题报告做一个推荐 所以这种呢也体现了工作更加的科学化和精气化 这是针对不同行业和领域可以做的一些分析维度 那最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 我们也非常关注两个两端的数据 就是您看到这个圆圈当中啊 我们有客户端以及c端以及微博 微信这些两个两端的数据 那图中呢是以我们新华网为例来做的这样一个数据的摘取 那您可以看到最近七天之内 我们新华网在这两位两端上发文总量达到了多少条 然后每一个平台又是多少条 我们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到 另外呢 那针对这两端多条的发文 可以转载了多少次 以及呢 转载的媒体有多少家 全都是可以看到的 以及它整个转载的趋势 那您从中也可以看到也有这种小高峰 我们也可以反对可能在10月2号 我们新华网上发了哪些新闻 是牵扯到大家 名声啊 或者是媒体比较关注的 所以这个呢 也整体可以看到这个稿件的一个传播的影响力 那最后呢 您看就是现在我们基本上打开手机之后啊 人人都去看微博 微信 在微博当中 你可以看到最近七天 我们这个新华网 报文有多少篇 报文大家应该都知道是什么吧 就是10万家里上的文章 都是报文 最近七天我们有19天 然后院读量有多少 点赞量有多少 其实每一篇文章呢 点击开之后啊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篇文章的单篇 三篇传播目净 也就是说 它的二层传播有多少 三层传播有多少 所以这个呢 直接可以看到 每一篇文章的传播的影响力 啊 这个也是根据我们读客的分析技术来做的 所以这一篇文章呢 你会看到的就是 我们新华瑞斯的大数据指引证症 那可能在这个分析当中呢 你敢说到的更多的是我们应用的传媒美 实际上呢 这些大数据 有什么事 这些大数据